嘿 歡迎收看 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成 來 我們趕快從命裡來看時事嘿 是喔 最近這幾條新聞 沒有人怕死 尤其最近幾位有婦女同胞 這樣很辛苦 這一輩子賺了好多錢 好不容易想說 跟白馬王子可以談戀愛了 結果說被網路禿頭給他騙了啦 到底是爸爸 還是那個帥哥兒子 那都雜傻分不清 來來來 我們歡迎我們的媒體人 來 首先歡迎劉文王 大家好 我都有吃Routine耶 應該演技還不錯 真的 來 這些貴婦 如果要送鑽表 要送接下來這一位 送她就值得了 來 歡迎陳彥博 大家好 要不然就把鑽戒 送給接下來這一位 歡迎江忠博 表演主席 各位觀眾們好 好 這樣請一下 還有名車 你們真是要車有車 要名表的名片 男人一定要骨氣 絕對不拿女人的錢 可是陳彥博才會做的 來 歡迎我們命齡 好 接下來歡迎貴婦秘理老師 周映君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 好 接下來歡迎艾菲爾老師 大家好 我是艾菲爾 大家真的平平理啦 氣死啦 可是到底是要氣誰啦 你看這個 色男騙善心多金女 你看這小姐 人家長得也不錯呢 長得也不錯 結果說在網路上交友 還會電腦不錯 網路上交友 結果交到是這一張照片 我的媽呀 真的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誰都要 結果一去說堵到贏爸爸 細細 然後前面還沒有見到面 就是又送人家很多禮物 送人家這個那個 不過這個我們問一下 中博 這網路贏窮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然後把這些貴婦片的談談中 這則報導 如果說兩年前 我在這個節目中講的話 一定會被兩位主持人說 我在掰的胡周 或者是說我語不驚人死不休 但是呢 這個報導現在出來了 這更可以證實 我們跑社會記者的 社會新聞這些記者 說以前見過那些 講過的那些伎倆 真的都存在於我們社會當中 就說這種事情不是 早就不是第一次 其實我看了一點都不覺得很奇怪 因為真的有很多的女孩子 當她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觀眾朋友 您看看有沒有道理 我們知道很多瘦身產品 根本一點效果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 還是有很多女孩子會去買 因為當見證一站出來的時候 照片一秀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會覺得 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她這樣 買一個夢想 買一個夢想 同樣的 當這個帥哥 這位髮級蕙協帥哥 站出來的時候 即使你明知道 那一看就是在那種有沒有 沙龍照 根本不是生活照 對不對 這個是其實是模特兒的那種相片 是啊 有人交友會一直都拿沙龍照嗎 都不拿生活照的嗎 你還是會覺得說 這個男的有一天可能會屬於女的 那 對啦 你看 有些照片真的很帥 如果說你網路交友 交到一個這麼帥的 我其實根本就是跟這個六塊肌 還有這個胸肌交友 你看那個胸部不得了 好 那這麼多 將近警察調查發現說 有將近20個人可能是受害 那麼這裡面有分好幾個層次 比方說貴婦 照片中穿得像貴婦的那一位 她沒有被騙財 也沒有被騙 沒有被騙色 也沒有被騙情 她純粹騙財 就是頭髮扎起來的那一位嗎 對 她純粹騙財 大家不要誤會 她沒有被騙情跟色 你說這樣貴婦她們職業是什麼 右邊那一位她是一個貴婦 貴婦的金錢來源我不知道 但左邊那個真的就是 她是股市的操盤手 就真的是 你說白色衣服這位是操盤手 本身就是女強人 不是名嘴 對 那我們先講右邊那一位 右邊那一位她純粹就是因為 在姻緣際位下認識這個禿頭男 這個姓徐的這個男 然後她也真準 抱她一支名牌 就真的就漲停板 所以這貴婦就從此就很信她 所以陸續掏了一億多給她 去炒股票 一億多 然後這途中不是有聽到 所謂的珍珠項鍊 翡翠項鍊 保時捷 休旅車 還有一支百達斐力的手錶 其實這不是出於情或色的問題 因為她覺得她會幫她賺錢 那根本就是供養了 對 有點類似 她覺得這個許淫蟲會幫她賺錢 那一個月給她十萬塊生活費 跟這些百達斐力 這兩支漲停板就回來了 因為她給她一億六去炒 好 這個講完了 這不歸情色 但其他的我就覺得有一點 就真的傻了 因為其中有一個 28歲的女老師 她就是奉這位虛擬帥哥之命說 你要去飯店看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 虛擬帥哥就是 虛擬帥哥 對 你要去看我爸爸 因為我爸有癌症 結果她真的就去看她爸爸 沒想到爸爸就要她跟她交 就是所謂的這個上床 因為她說 我現在叫您要講交配 她是人 沒有 我們法律上叫交夠 交告 對 那這個 這個人 這個雲從根的女的講 她說你這樣才能讓我嚴受 天啊 這什麼時代了 怎麼還有這種得癌症 她是在網路上用她 用年輕帥哥的名義說 我父親得了癌症 我媽媽得了癌症 他們已經好多年不能夠那個 對 觀眾朋友 癌症只能靠放射性治療 還有標靶藥物 OK 沒有嚴受這種回事 然後就說 那個所以我父親要 又不斷的做愛才能夠嚴受 然後大家就善心就奉獻 對 但是我們講到這 我想下個結論 就是說剛剛篤林哥問我 我覺得這些女孩子 其實多少也要負點責任 為什麼 因為你到了現場 人家對你殺到起手 我們是善心耶 我們是去救人一命的耶 那...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 沒有其他的一些幻想 比方說我剛才講 就是說有的女孩子 是不是有可能 她覺得說 她叫我來安慰她爸 那也許我真的把她 阿爸給安慰成功了 那有一天這個 帥哥就會來安慰我 當然不是也許 是一定是這樣想的啊 你還是覺得那個幻想 那要問問問 女生的角度 不是啦 看到這嫌犯本尊 這個... 那是想吐啊 這女生為什麼... 是為什麼... 對啊 你為什麼想吐 沒有吐出來 然後還會被人家睡下去 我覺得應該是 就剛剛中博講的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一定會被那個 照片中那個虛擬帥哥 給迷得團團轉 然後過程當中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應該是他們有 所謂在網路上 有很多書信的往來 有... 那可能在這個... 那個重難是過程 可是當你去到飯店 門打開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這個本尊的時候 是這個爸爸 你怎麼還有辦法做下去 沒有... 因為是右邊那個人 叫你去做 你已經被洗腦了 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 被催眠了 他已經告訴他那是我爸爸 重點在哪裡 其實這些女孩子 都有一個字 貪 一個是貪財 貪色 一個是貪人 一個貪人的原因是說 我跟你爸上床的話 搞不好可以跟... 就可以跟兒子在一起 是兒子叫我來做的 對啊 所以一個是貪財 一個貪財就是說 他可以幫我賺錢 所以我一直拿錢給你幫我賺 對不對 那我的錢都被你A掉了 第二個是貪人 因為我想說 跟爸爸做了以後 他兒子搞不好會喜歡 就覺得說我好孝順 然後就得到這樣子 對 重點在這裡面 貴婦大概幾歲 28到50歲左右 28到50歲 而且 案子裡面 讓我覺得最訝異的是什麼 從頭到尾這個老頭 這個禿頭男 他沒用強的你知道嗎 他都用那個勸說 就是很柔性的那個 勸說的勸說 我感情 也就是說 一個女孩子的身體 他自己有自主性 如果你是真的是被那種強暴暴力的方式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男的是非常可惡的 你知道嗎 但如果只是紅片的話 那你在這種狀況 就像文婉 進去看到那個禿頭男 你想吐啊 你會想吐啊 對啊 可是我如果腦海中 我就是想說 好 沒關係 我就咬一咬就過 可是我腦海裡 不見得是那個帥哥 我可能就 沒有 你不要小看這些熟女 他們是很寂寞的 警方指出 這個被害的女子 跟這個禿頭男 是 這個發生性行為之後 離開飯店之後 就會自己覺得怪怪的 就會打電話給 打電話給這個型男男友 就是虛擬的這一位 然後其實也是禿頭男接的 對啊 然後就哭訴說 你爸爸好像有特殊的性癖好 他都會把一些花 我帶去的花 水果要看他了 他都把它插在我的身上 然後就說 還會要求一些什麼 這個很怪的東西 然後型男男友就會安慰他說 我就 我真的很愛你 反正我們會結婚 就當做你代替我孝順我爸爸 對啊 就是我剛才講 就跟你講話很方便 對啊 就是用結婚當幼兒 所以呢 右邊那個帥哥就是神棍 他就是在洗腦 信徒 然後左邊那個呢 就是 所以這個就類似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就是說 為什麼有一些高知識分子 包括老師 你去神壇 然後你就說 我跟我老公 這個感情不好 那我現在怎麼跟他就是恢復 就重修就好 然後那個神棍告訴你 快點快點 現在你老公附在我身上了 你知道嗎 意思是一模一樣 你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荒謬 你怎麼會相信 附在我身上 趕快來趕快來 你們這樣之後就會和和感情變好 可是你怎麼會相信 這種邏輯 你信不信 你連文婉都會相信 都會相信 會 公公知識分子都相信 旁邊這個是金城武耶 快 我眼睛瞎啦 好難多 好 好啦 來 我們待會兒呢 廣告之後回來 馬上就來問一下 維安老師 哪些星盤組合的女人 請你特別小心 會因為你一時的意亂情迷 你就上當受騙 兩名等安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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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